软得像面条的锤子你见过吗? 画面中的工人正在轮锤 可以看到这个锤子竟然可以扭曲180度 使用起来很是别扭 但可别小瞧了这个软锤 它扭曲的幅度越大 产生的伤害力度就越高 工人受到的反作用力还小 这究竟是什么原理? 难道这种锤子就像传说中的鞭甩发力 干起活来更加省力吗?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鞭甩发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我们挥舞手中的鞭子 当鞭子甩出去的那一刻 总是会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如果我们将这个过程放慢1000倍 就能发现鞭子在甩出去后 会快速卷曲 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 从手柄开始 鞭子卷曲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到达鞭烧后 它的速度会超过音速 然后大家就会听到一个 极其强烈的爆破声 而这个其实就是音爆 没错 就是飞机产生的那个音爆 根据动量守恒原理 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 人在甩鞭时 动量会沿着鞭子传递 而鞭子越到末尾质量越小 鞭子的速度也会越来越高 最终到末梢时 速度就会超过音速 形成音爆 我们把视线再转回软饼锤身上 虽然说它扭曲的幅度越大 砸东西的伤害值就越高 但它的锤饼不像鞭子那样 越来越细 也就不符合所谓 鞭甩发力的条件 干起活来并不省力 那你有没有想过 软饼锤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软饼锤的锤饼是由橡胶等 弹性材料打造而成 要知道锤头挥舞的幅度越大 惯性越大 对应击打的力量也就越大 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这个反作用力传递到手臂上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但是要想三下五出二的完成工作 还是得大力出奇迹 这时软饼锤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锤饼的弹性材料 会在敲击的过程中 及时分散反冲击力 减少反弹力对手部的损伤 不仅如此 借助软锤的加速度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敲击的冲力 虽然不比其他锤子省力 但用着确实不镇手 不过软锤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不能控制力度的大小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 另一个无反弹力的锤子 你看让两把锤子同时落下 普通的锤子在敲下后反复弹跳 另一把落下后就纹丝不动 因为这把锤子的特性 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死锤 为什么会一动不动呢 拆开就知道了 死锤的锤头内部填充了一些小钢珠 在砸下的瞬间 钢珠会因为惯性聚集在锤头的上端 紧接着随着钢珠的降落 正好缓冲了锤子受到桌面向上的反作用力 也是因为锤子无反弹力的特点 在敲击物体时 不会对其产生二次伤害 因此在进行发动机等精密弓箭装配时 无反弹锤更受青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